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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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有一個星期 又到我們今晚的集氣心友會 嘉嘉 你好 你好 Eric 今晚這個題目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情況 但我又覺得如果我再工作 但人工又不知怎樣的情況下 我就很容易會對入這個情況 我以為我幫到你很多不再抑鬱 工作壓力太大 今晚我們會講焦慮症 和驚恐症 當然除了我和你之外 我們介紹嘉賓 我身邊有精神科專科醫生 妙賢瓶醫生 你好 焦慮症 驚恐症 是不是一樣的 有什麼分別的呢 其實就不是很一樣的 但我們發覺焦慮症 來講的範圍都很闊 如果你細分來講 驚恐症是焦慮症的其中一種 驚恐症是比較具體的 驚恐症是比較具體的 因為通常那些人 驚恐發作之間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他一發再上來 就不開玩笑的 他會覺得自己整個人好像失控 突然間好像心臟病爆發 突然間會不會中風 甚至有些人會死 我會不會現在瘋了 覺得他人是不受控的 還有很害怕他會突然間自己暈倒 或者做一些很尷尬的事 例如很不行會死 而他身體上 除了這些驚之外 身體上也有很多身體的反應 他自己控制不到的 例如那個心跳是升得很快 鼻鈴巴蘭的 例如他呼吸會變得很快 呼吸很快之後 他有時會覺得很像雲圓的感覺 或者有時甚至有些厲害的 我們見是他會有手震 手腳麻痺 他真的覺得自己好像 胸口壓住 好像換不到呼吸 他有這些呼吸的症狀 身體的症狀 很多時候的患者 他會將這些症狀很災難化 死了我會不會心跳不規律 死了附近有沒有消防局 附近有沒有醫院 我可能要那些 心臟起泊氣 死了死了很害怕很害怕 他越害怕大佬的訊息 又再給自主神經系統 再更活躍 再激發心跳和呼吸 令到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要看經恐症 是一個很高的焦慮症 突然升到薄 不需要那麼高 時間維持一個短的時間 然後他自己會平復 醫生我想問一下 如果那個人已經是天生 譬如他已經是長期患者 心臟病或者血壓高 會不會因為他心理上 會令他真的可能有生命危險 這樣也不會 不會 這些一定會 很多時候 經恐症 我們看看他很多時候 都有很多共病的情況 但我們反而看到經恐症 最多的共病 就是其他形式的焦慮症 舉例 廣泛焦慮症 舉例 抗腸焦慮症 這些都是經恐症 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回 又有經恐症 又有這些焦慮症 聽說真的很辛苦 很複雜 很深 想心理學 真的要上課 聽起來 是不是經恐症的病情 其實應該再嚴重一些 還有症狀是明顯一些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好像有些問題 不是這樣的 經恐症是否嚴重 就未必是這樣說 但經恐症 我們的舉例 就是他有一些發作 發作發作 但很多時候我們說 有些焦慮症 例如我什麼都擔心 一些東西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去擔心 天天都想起 最悲觀 最不好的東西 整天都很緊張 集中不到精神 睡不到 入睡不到 我們以前叫做 精神缺弱 那些叫做 廣泛焦慮症 但經恐症 他就整天都是這樣焦慮 那個焦慮程度 可能是有時候好些 有時候差些 但都保持在背景上 都是比較焦慮的 這些叫做廣泛焦慮症 我們都認識很多 身邊的朋友 是比較神經質的 想起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都擔心的 但經恐症 未必是這樣的 經恐症可能 未必有這樣的背景 而是失驚無神 突然一爆 爆到很高的 程度去到很高 大部分的經恐症病 未必是我們看的 他們走去看心臟專科 走去急症診 所以我們很香港的 是 總得去心臟專科 或做了很多事 做了大��다的事 所以他們之後 心臟專科說 做了沒有事 才會來找我們 是的 而經恐症的那些人 在中間 未必有廣泛焦慮症 的情況 即是當它發作的時候 程度比港犯焦慮症那類病人會嚴重一些 而我們講的驚恐症通常來說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誘發因素的 例如你說它畏高而害怕那些就是畏高症 例如去到人群很多 怕被困著那些 我們就叫做幽閉恐懼症 那它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但驚恐症很多時候未必是有原因 還有有些甚至我們見到很多 無緣無故睡一覺突然間晚上當中 驚恐突襲整個人飆起來 又流汗又臉青口唇白 以為自己真的是心臟病發 我試過 我以為是發惡夢 那你的原因是發惡夢 不驚恐症就是無端端的 對 它真的找不到事先原因 香港的數字多不多 焦慮症我覺得香港也多 焦慮症都六分之一 我們這間房間最少有一個有焦慮症 焦慮症我意思是 你計算垃圾和混合 應該是六個人都有一個 對 十五分之一 大概是正事 但是驚恐症呢 驚恐症 不太記得 應該是一兩個百分之一 真的驚恐症一兩個百分之一 這個數據要回去看 不過沒有廣泛焦慮症那麼常見 通常很多人都 你說你有焦慮症很多時候都不認 是不是很多人其實都 其實有 但是不會認自己是 或者甚至其實很抗拒去找治療 找專家幫忙 怎樣呢 我自己分兩邊來看 如果真的驚恐症很少不認 是的 它多數不認 就是說 不是啦 我心臟真的跳得很快 真的很不舒服 那些會去看心臟科 但當它看暈了沒有東西的時候 它因為辛苦到它不認都不行的 因為你一那一刻來 你的人好像 那個世界會倒下來的 那麼辛苦的情況下 其實根本是很難去不認的 因為太辛苦了 那些是 所以都會見醫生的 是的 那至於你說 普通焦慮症 就有你的這樣的可能性 Eric 為什麼呢 我們看大部份的 我們講一般的 廣泛性焦慮 他們多數都是 我們叫做 即是很早期已經開始 十多二十歲 二十歲頭 一直開始 已經有這個傾向 很年輕就有 很年輕的 我以為結婚了 人到中年 那些未必 如果不少 咸鮮苦辣 就好像你這樣 好一點就是肌骨症 如果是去到你四十歲 五十歲才跟我說 你有廣泛焦慮症 未必是 通常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廣泛焦慮症 我們發覺 是跟你的個性 是很緊構的 是的 有些人是天生比較悲觀 我想什麼都是向負面想的 是不是就容易一些 去到有焦慮症 有沒有這樣的關係呢 這樣的關係 是否負面傾向 反而我們看回性格 和焦慮症的關聯 就不是用悲觀樂觀 我們所謂用那個叫做Ocean O-C-E-A-N 那樣東西 我真的好像選書 那樣 是的 我想繼續聽這個人 很剛好吸引 多謝對此樂 這個比較上是廣泛接受的 O是什麼呢 O是代表你的開放性 因為有些人 你看看孩子出生 就算和一個媽媽 有些嬰兒是很開放性的 見到那些公仔 一聲走過去的 見到那些機動東西 是很開心的 但你見到那些嬰兒是縮的 它不開放的 或者它熟了一個環境 它就是這樣的 你再給一些新的 它不喜歡的 有些是比較 是古縮一些的 有些是很開放性 第一個O就是開放性 Openness 那C是什麼呢 C就是 conscientiousness 即是說這個人是不是一個 比較上 中文應該是一個 一個比較上心 認真 做的態度認真 有些人真的不是 那麼上心認真的 那你實在這件事 我們發覺這個氣質 是多少都是 嬰兒都看得到的 有些小朋友 你給他做一些很仔細的 有些是時鬼大 交給老師 或鬼滑符都交給老師的 那你看得到 小時候都有這個跡著 E就是extroversion 或introversion 內向外向 是 內向還是外向呢 這個我們都看得到 是有些 真的幾起質性的天生 那跟著A A就是agreable 是不是親和力呢 有些人看得到 跟他相處很容易的 是 一兩句大家就好像 好朋友 吹水 聊天 有些人覺得很難 沒有什麼親和力的 你跟他身邊 是 總是覺得沒有什麼 對話的 是 每樣都一下子就跟你 即是 沒有什麼說下去的 那我們發覺 Agreable 這件事 都是有些氣質上 天生的 那最後一個 就是 最重要 是跟這個焦女症有關 就是M M是什麼呢 Nerotism 神經質 有些人你會發現 是 很神經質的 那些東西是很過敏 反應很大 很扭計 或者是 人家看我 他就覺得有些東西 是的 很多東西想 很神經質 很擔心 就是 人是比較 就是 有些神經質的人 我想大家明白這個字 Nerotism 是神經質 如果你發覺 神經質的遺傳 系數都高 差不多 如果父母是有些神經質 那些小朋友的遺傳系數 是三成的 是小高的 不止三成 可能多於三成 因為我有些印象 不太多 好像三至五成 醫生給了很多提示 Ocean 真的要記住 這個人的性格 沒錯 就跟這個焦女症有關 我們過往收到很多 大家的Whatsapp 還有大家的信 告訴我們 其實在不同的 所謂的情緒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是怎樣度過 你的故事是怎樣 今天我們說的是 焦女症和驚恐症 我們選了其中一位朋友 他的故事 我們等下嘉嘉跟我們演繹一下 由小到大 我都覺得自己的情緒管理很差 小時候試過兩次病發 兩年前 因為我最愛的寵物走了 我又再次病發 為其了半年有多 我最後決定去看心理醫生 再加上我媽媽一向有嚴重情緒病 所以醫生說我是遺傳 患有抑鬱和焦慮症 腹診、食藥診治兩年 最近終於開始減藥 我知道自己情況算是好 很多人一吃就十幾年 可惜在疫症這段時期更難捱 我又失業 經濟由穩定轉為不穩定 我又擔心財政令我的焦慮出來了 加上社會的氣氛很負面 每天看新聞都很害怕 各種負面因素加起來 連我本身慢慢好的情況 都急轉直下差了很多 聽醫生說 最近很多人本身沒有病的 都開始屈到有病了 我現在只可以祈求疫症盡快離開 恢復正常生活 大家可以慢慢康復 聽完這個故事 多謝嘉嘉和我們演繹了這個朋友 醫生我都擔心我是這樣 蔡靜雅擔心有問題 屈度有病 這個案件怎麼看呢 首先你看看他有焦慮和抑鬱 而且家人也有病例 我們都看到是有遺傳性的 但是你說有些說了這件事出來 有些媽媽就會很害怕 哎呀我已經有焦慮的 現在我有駝寶 那我就遺傳給這個小朋友 有這個情況 他們會很害怕的 那我就跟你說不用不怕 因為遺傳都是十分之一 左右 你生十個才有一個 那你一定不會生十個 其實機會又不是真的這麼高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我們都看到這個讀者 那他就有一個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都混在一起來說 我有焦慮症 我又有抑鬱症 咦?為什麼有焦慮和抑鬱症 究竟是焦慮還是抑鬱? 那很多時候有些人都會有這樣的懷疑 可以兩樣都有的 其實多數來說我們會這樣看的 其實焦慮和抑鬱基本是手牽手的 特別是有些個案要特別留意 就是產後抑鬱那些 他的抑鬱的情緒未必很浮 反而他的焦慮是比較多的 那一類我們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產後抑鬱的媽媽 我們見到他很多時候 他的抑鬱症是帶了一個很焦慮的面具 就是經常都很害怕兒子會不會吐奶 又會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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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呼吸 那太害怕太害怕的媽媽 其實都不是單純是伸手媽媽 就是猜圍人母那種害怕的 而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到那些是真實的產後抑鬱症 就是很嚴重的焦慮 而大部分來看 我們都看得到很多的抑鬱症 都很難是完全沒有焦慮的 焦慮是什麼呢 焦慮代表他很多擔心 很多事情去煩 而你多事情想多事情煩 你一定不會想 我明天會不會中六合彩的 我明天會不會突然之間 買那隻股票噴噴聲升的 你還是擔心 死了 通常怕輸身家 想一些差的東西 看著股市 情緒和股市一起浮動 一定是想負面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發現兩樣是走不開的 都是很常見的 是緊構的 但是如果醫生醫病來說 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比較聚焦在抑鬱症多些 因為如果你處理了抑鬱症 我們再用一些認知行為治療 其他的心理治療 是容易一些處理過焦慮症的 但是抑鬱症如果你不是很正視的話 他的後果真的可以是 比較可以是致命的 例如我們都知道抑鬱症 可以十分之一的人 是會有自殺的結局的 所以我們看抑鬱症的比重是會高一點 因為當你處理了這件事之後 焦慮症很多時候會減弱 或者你會用其他方法 令他改善的 第二度看到這個個案 就是已經吃藥 吃了兩年已經好了 我們多數看 如果他第一次發 我們給他一兩年藥 都會嘗試和他停的 但是機會翻法 在這個抑鬱症 或者焦慮症來說 其實都頗高的 說的是五成的 即是一半半 但是都會被他停 因為可能翻法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 那你十年假年 不用吃藥都著數了 那你給他試一下 可能就是他那半是不再翻法 即是一次過 那很多時候我們來看 就是第一次他有這個情況 我們都會一兩年左右 隨著年紀 年紀短一點 年紀大一點 長一點 因為那個情況有點不同 那都會給他試一下 就停藥 減藥 不吃藥 但是他翻法一半 那這個讀者 他就是有因為很多 現在的疫情 他那個財政的擔心 由穩定變不穩定 很多負面的新聞 很多很多東西混合 這個壓力 就令他可能 翻法提早發生 那又是另一次翻法 但是要留意 第二次翻法很多時候 吃的藥 是要吃久一點的 那往往他再停藥 而再翻 即是有沒有機會再復發的機會 又提高一點 是 那就由五成可能變成六七成 甚至七八成 那去到第三次翻法 我們都很多時候建議 不如你終身吃 可能吃少一點 但是有個機會翻法 都要有八九成 醫生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 希望吃完藥之後 停了 沒事就不會翻法 翻法 有很多原因 我想是環境 是否大部分是環境 令到的翻法 生活 如果將生活上面 有些事情能夠改變 是否翻法的機會 又會微一點 又難說的 有些真的跟環境有關 特別是保障到 那個情緒好 我們都知道很多事情 他比較上的事情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生活工作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甚至他人際關係是好 有足夠的社交支援 這些都是幫到他好的 或者有個工作 其實工作是除三害的 我覺得 第一你不會令他胡思亂想 第二他令他對社會 有一個歸屬感和投入感 第三他不用怕貧窮 他每天都有錢收 有錢收 他就會覺得 我不會再吃山空 如果我們發現失業 真的跟這個抑鬱症有關係 就是做了一些研究 真的失業跟一個抑鬱症有關係 因為你有工作 是代表一個平台 你跟外界一個接觸 是 你有一個規律 你都會沒有那麼多雜念 真的是除三害的 給你精神健康 另外他對一些男士來說 特別是男士 我想女人也是 在這個社會 其實工作都是一種 一個身份認同 你退出跟別人說 我沒有東西做的 我已經這樣坐在這兩年 三年了 沒有存在的價值感 其實你是不想再社交 因為人家問你最近做的什麼 其實你真是歐嘴 被人家問你 加了沒有 人家很難回答 真的 說笑 不過真的 2021年我相信的情況 都會繼續惡化 是的 因為這個年代 因為疫情的關係 經濟又不好 很多人可能都失業 那個個案 會不會有上升的趨勢呢 一定有的了 加上現在社交距離 我們說抑鬱 有一件事 就是叫做人際治療 現在反其道而行 叫你不准人際 其實是令到那個人的支援是沒有了 沒有了這個人間的溫暖和支援 也是一個原因令到個案上升 我們都知道 那些人如果他太太死了 先生死了 獨居的 其實血骨症是高一點的 就是因為他真的是孤立 明天醫生說 大家要小心留意自己的情緒狀況 自己的生活 有份工作就好好的 勤力就做了他 這個真的很厲害 你為什麼感恩 你這麼忙 真的 真的 他寫到我那裡 另外 也要留意身邊的人 尤其是一些 譬如說 只剩下一個人的長者 更加容易 其實有個小秘密 為什麼呢 其實是苗醫生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 還會講關於自己的情況 就有醫生來到 還未出的 即將會出 即將會出 醫生說 我們做醫生都能醫不治醫 是的 竟然是這樣 很想聽那個故事 你會多一些同理心 以及你不覺得自己 所謂醫生是高人一等 其實我們都是人 苗醫生應該幫過很多個案 病人 但想不到 原來苗醫生自己 都經歷過 還是經歷過 這些醫科症 已經很年輕了 焦雷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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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不介意分享一下 你親身的故事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自己很記得 說的是四十年前 四年前我十多歲 我中五的會考得非常好 進入御科 本校的御科 但因為我的御科 我覺得自己有點不同了 突然之間 十七八歲左右 那時候 身體出現了一些徵狀 徵狀就是 咦 我的喉嚨好像吞不到東西 好像經常有些東西頂住自己 即是不舒服 好像有些東西不順 呼吸又好像在那裡壓著 還有頭好像脹著 有時候又好像很拔著 跟媽媽說 當然我們那個年代 近四十年前 就覺得你沒有東西找來搞 摸摸你的頭不是發燒 不死得去就算了 但這種感覺是相當強的 對我來說 也都突然間覺得 那個生活的質素是差了的 有時候發現自己的集中力也是差了 有個人的情緒是沒有那麼開心的 整個人好像被一件東西籠罩著 那樣 憂慮多了 身體又緊緊了 又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會這樣 又找不到一個原因 那樣 那很僥倖 我自己覺得 就入了港大醫學院 那港大醫學院的時候 之前呢 就是考完了A等級 我們那時候 那我自己就去圖書館 找一些書去看 一看呢 咦 這個症狀呢 他們說這個是這個什麼呢 是叫做精神衰弱 原來我有精神衰弱 就是你這個人又 好像集中又差一點 那個人又有些容易頭痛 那類的 那時候沒有失眠的 因為很小 那我覺得自己 哎 我有精神衰弱了 那 及至那一天 在醫學院收了我之後 那他要我填一個 personal statement 那些叫做 寫一下自己的志願 看法 那我很神奇呢 就寫了些什麼呢 我呢 我來讀醫科呢 那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想做精神科醫生 那 那 講講四十年前呢 我想做精神科醫生 這件事呢 是很奇怪的東西來的 哈哈 因為那時候那些人呢 是個個呢 就覺得你 你當然是 你當然沒有人收你才去做的 是垃圾桶來的 即是 是不被看中 和是 覺得你是得人一等的 那有一個笑話呢 就是 精神科呢 就什麼都不懂的 內科醫生 就什麼都懂 但是就什麼都做不到 外科醫生呢 就什麼都不懂 但是什麼都做到 而精神科醫生 就什麼都不懂 也都什麼都做不到 是的 那有些人是這樣講笑 但是那時候 就有人問我 即是我有個mentor就問我 為什麼你這樣寫的 我說你不覺得的嗎 你那個人是有手有腳 你看到他又沒有東西 又行得走得 但是當你有些 某一些的情緒問題 例如你有焦慮症 你有抑鬱症 其實已經很大地影響 你這個生活的質素了 那時候他這樣講 他就點頭了 他又不理我 但是我自己知道 這個就是我了 其實我是自己 在想著自己 為什麼會這樣的時候 我已經在想著 看不到東西 不代表不重要 小王子都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 我自己就 覺得 可能影響很大 那時候 那麼小時候 第一年已經寫 要自己做精神科 專科 所以我得了業之後 我是入了行 31年了 因為我做完實習 已經是做這一科 而那科 是任由我去哪裡 就讓我去哪裡 因為沒有人想做 是的 這樣 大家時勢變了 現在這些科 很熱門很搶手 醫生你怎麼報過那段時間 這樣講得好 這個問題就是 很多例子分享一下 很重要 我這樣講出來 這個可能是跟我自己 媽媽都有些傾向的 他是比較緊張的人 我自己都是這樣 那麼多年 那時候是沒有治療的 我一直都是沒有治療的 一路就自己做醫生 慢慢知道怎樣 那這些是我的後天 就是說你是有焦慮 你容易想的負面 或者你是容易 有一些壓力底下 你會容易是敏感 或者你沒有那麼硬正 可以說我處理壓力 管理壓力 沒有人那麼硬正 和沒有人那麼冷靜 但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幫自己的 那麼這30年呢 我是覺得我找了很多方法 例如我想事情 我自己的正向思維 Ocean 我的信仰 Ocean是天生的 我講的是後天 你講的是一個氣質 我講的是現在 是character building 是你怎樣建立你的個性 那我想一下 是怎樣建立你那個 resilience 你的銀力 那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那是運動 習慣 discipline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紀律 你看書 還有你現在最近很輕說的靜觀 那這些我全部都做了 那還有呢 我做了十幾年 是很勤力地做瑜伽的 那我不停是自己找一些方法 去怎樣去處理自己的壓力 面對自己的情緒呢 那是我跟 其實很多時候 我當我見一些的個案的時候 我會覺得 其實我是跟你一起走這條路 因為自己都是明白是怎樣 那所以後來我就 如果你認識我 我看過我那些的 就是我的客人 都會知道醫生是否開藥 我會跟你講一下 你的人的生活 可以怎樣去管理 你怎樣可以減壓 你可以看什麼書 你可以做什麼運動 我會跟你聊這些 所以我自己覺得 是自己經歷過 是會更加的感受是深 那而我覺得是 你這個傾向不是一個命運 這個傾向你可以 你可以再在你的傾向上面 去建立你的銀力 如果你看得不好 你這個傾向就覺得自己 很自怨自捱 為什麼媽媽生好這麼緊張 我覺得對這件事是沒有幫助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說 可以了我沒事了 我睡一覺就沒事了 或者可以靠自己的精神 我的念力去對抗自己的抑鬱 我真的沒事 我哭了就可以了 你任由我哭 但其實這不是一個解決方法的問題 是啊 是啊 那有沒有更多的建議給他們 怎麼做 有些時候的而且確 他讓他睡一覺 他會真的 那個人是好一點的 而且我也不太建議 那些人如果是太過精神不好 不夠睡 情緒很差 和他講大道理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都建議他吃好一點 睡好一點 好好地照顧自己 那才再跟你談 反省一下問題在哪裡 有什麼出路 這樣說就容易一些 是啊 我們都覺得 第一樣是先顧自己 自我先照顧 那有些人說 我哭完又會好些 那有些時候是會哭而好些 但也有些情況 就是越哭越傷心 你只有一個哭字 你都找不到出路 那還有呢 你剛才又說到 不是焦慮症了 就是例如抑骨症 如果抑骨症來講 他真的不會就是 自己會過的 有些真的可能會自己過 但那個機會 你不知道多少 即我都不知道 有些抑骨症 嘔嘔一下會好回來 也不可以說沒有的 那但有些真的 嘔不好呢 嘔不好的時候 可能後果就是 越來越嚴重 可能你工人不回來 辭職 甚至影響你的婚姻 你臭小孩 那這些東西 可能是彌補不到 就算你康復 可能那些是不能回頭 聽完醫生說 其實現在是 我們要注意身體健康 做些運動 吃得清一點 但其實那個情緒 你那個腦 你裡面的健康 我覺得其實香港人 才會更加重要 去正視你一件事 譬如醫生 家人 角色 你自己的經歷 有些方面有什麼 跟他分享 好啊 好啊 其實真的 很多時候 憶不正 不是發生在很遠 甚至是我看的 客人那裡 其實我身邊都有 舉例就是我奶奶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他老人家 就幻想了 一個嚴重的抑鬱 但當時 因為我自己 都要照顧我的小朋友 我又不是跟他 住得很近 我很久都沒有見他 而有一次 都知道他很多時候 他又不是很坦白的 跟我說出他的情況 而他的抑鬱症 就不是得到很適當的處理 我相信 到有一天 我自己正在上班 那時候我正在做政府 我在看門產 就收到警局打來 他跳了下去 就發現他有一個屍體 有一個人跳了下去 那個感覺是挺複雜 因為自己是做這行 也真的很久沒有去看我奶奶 那段時間 加上那時候 我的小朋友去考試 又要上班 那是忽略了家人 但是 所以這樣說 的意思就是 其實可以抑鬱症 你不理他 是可以真的 是會致命的 即不是開玩笑的 你不要說 有一次我自己 也有一個病人 他跟我聊天 他跟我說 我都不明白 我家又有錢 我老公又對我好 我的兒女又對我好 我又無憂無慮 要什麼有什麼 為什麼我會有抑鬱症 他的抑鬱症也很嚴重 於是我都說 很難說 有些 有些是有環境因素 有些是沒有環境因素 有些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反問了一個問題 那我反問了一個問題 我想問 張國營是否英俊 張國營是否英俊 張國營是否有錢 張國營是否有成就 那我說 是的 那為什麼人要死 那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我不覺得 你厲害過他很多 或者好過他很多 那時候真的解釋不到 變相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就是 很多時候 每一個人 每一個個案 其實背後的原因 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治療 都是一個 每個人 私房菜去看 究竟藥物要佔多少 心理治療 要佔多少 其他方面 要佔多少 其實個個的情況 都有些不同 我聽過一個比喻 就像你感冒一樣 你發燒 我叫你不准發燒 你要立即康復 行不行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我有聽過 譬如有這些症狀 可能是因為 腦部的分泌 發生了問題 也一定要靠藥物 來幫忙 但好像感冒一樣 你是會康復 這個比喻 對嗎 有些說 剛才你說的第一個例子 就是 你堅強一點 你就可以了 聽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叫一個 他本身 已經是 例如他的腳被逼了 你不要緊 你當他沒有逼 你不斷走 你快點賽跑 根本這個是他做不到的 反而你這樣說 他會覺得 他不被理解 他會自己很內疚 很自責 因為為什麼 他覺得我堅強不了 所以他就更加沒有用 抑骨症已經覺得自己沒有用 我又聽不到你這樣說 我又不懂得看得開 我又不能夠堅強 我性格又軟弱 加強了他負面那種自責 變成後果就是 他真的會是 可能更加看不開 所以這些說話是完全幫不到他 比如作為朋友 其實數字都不低 死亡都高 作為朋友 真的想關心他 支持 應該用什麼態度 什麼角度跟我們聊天 還是當沒事 多些不同的活動 好像正常人一樣 聊天和他開心心 應該怎麼幫他們 是的 這個情況 有些時候 我都是兩重看法的 很多人 他有抑骨症 實情 就真的未必想面對 因為始終這個病都有標籤 很多時候 因為抑骨症 他都有一個漸進式的過程 是不會一夜白頭 突然頭髮變白髮 不會這樣的 可能他是 慢慢慢慢慢慢 那個狀態變成這樣的 而他自己可能都習慣了自己是這樣的 變成他當局者迷 如果是朋友家人的角色 可能會提醒 你好像真的不開心了 你好累 以前你不是這樣的 以前你很喜歡去看電影 現在好像什麼動力都沒有 你覺得他有些不同了 可能是旁觀者清的 可以提醒他 可能你有事 會不會考慮一下 真的去看醫生呢 亦都有一部份 我覺得是可以給一些很實際的東西幫他 未必是跟他說 講道理 看開一點 反而可能是多一點的 陪伴 一起出去下山 看一塊照 可以 不看球照好像是認知障礙的會合 又是一個發愁 打麻將還是看球照認知障礙 都是認知障礙的會合 你家人不斷幫你做這個 對 或者甚至跟他說 不如我幫你找醫生 陪你去看醫生 或者是你沒有心機 怎樣 不如我們煮兩個簡單的菜 我們一起吃飯 那這些是很實際的東西 好過你在這裏罵 鼓勵 加油 甚至說很多很多這些說話 我是覺得大隻講 又或者有人說 聆聽是很重要的 要多些聽他們分享 不大批判的聆聽 但有時你聽到懶惰的 他講完又講 講完又講 然後又不斷發放負能量 你有時想避開他 人家失戀都是這樣 對 我很不喜歡 不斷去講這個話 對 那怎麼辦 我怎樣去接收他的能量 我們都明白的 因為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 我都要明白 人家找你 不會跟你講開心事 去哪裏吃飯 哪間飯局 哪間餐廳好 一定是將他的問題 是帶給你的 我覺得有時 他講一些問題的時候 都要適當地聆聽 但聆聽到一個地方 我覺得可以給他一些建議 建議例如 會不會 我們現在出去走一下 動一下個人 分泌一些多巴胺 或者我們可以做一些活動 這樣 令到你可能 人家出去看一些綠色的東西 可能有些是森林療法的 那這些可能都是在幫你的 不如我們再試一下 一會兒再講 我們先做這些 你好像都未吃飯 未吃早餐 有時你的血糖低 心情都差一些 會不會我們去吃一些你喜歡的東西 那我覺得有些時候 都是要適當時間 是要給一些實質的幫助 因為人都是有身體的需要 心靈的需要 我想可以兼顧一下這些方面 謝謝醫生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你的故事 以及跟我們上了一段很短的心理學科課 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大家一定要關心身邊有情緒問題的朋友 以及家人 如果你自己都有問題 都要面對他 節目差不多到尾聲了 醫生選了一首歌 送給我們的 這首歌 這首歌是Beyond的活著變精彩 不如這五個字 講一下活著變精彩 你自己的看法 接著我們播這首歌 好啊 其實這首歌很正能量 活著變精彩 實情上 又不可以太正能量 因為人真的有很多艱難的 做人真的艱難的 古語有雲 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 其實是明白的 我不是叫大家 只是你積極啊 加油啊 這樣也是騙人的 但是你要明白 就算是負面正面的事情 在你身上發生了 都是你心靈一個寶貴的財富來的 失戀都是一個寶貴的財富 失業都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在這當中 你可能看到很多人 真的有些人是雪中送炭 有些人真的 有些人真的 有些人真的可能 很冷落 冷待你 或者是走不走 其實你會分到真正的朋友 我覺得這些 如果你過渡到 而是你將它 成為你生命經歷的一部份 各樣都會是精彩的 我反而會是情願是這樣說 這五個字 醫生都講得這麼好 好厲害啊 期待你的新書 好好好 多謝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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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這首歌 多謝小醫生 好好 多謝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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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啊 谁可不捨不起 人总谁相信自己 人总谁依靠自己 真幻默 当活着变精彩 无论你 始终都看不到我 仍然无据 我有我的根据 是错队也不光芒 陈华国 我活着变精彩 无论你 始终都看不到我 仍然无据 我有我的根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